恩典365 365天 我们一起天天遇见神 天天经历神 天天享受神的爱和恩典 这段时间分享到说 神对我们的一个培育计划 神要人能够成为一个管理治理者 神对我们有一个训练 整套的训练 而在这过程当中 神让我们看见 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完成 神对我们的托付 因此我们需要办 我们需要帮助者 男人女人都一样需要帮助者 而在这段圣经当中 讲到神造了第一个男人之后 发现他有需要 就开始造了第二个女人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我觉得我看到 好多人都在提 今天这个世代 很多人都在讲 男女生到底平不平等 是男权呢 还是女权呢 到底应该是什么呢 从圣经来上来看 其实是平权 什么叫平权呢 耶和华神就用 那人身上索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领到他的跟前 用他的肋骨 我有次听到一位长辈 分享这段经文 他有点半开玩笑的说 感谢主 上帝不是用头骨 如果上帝是用头骨造了一个女人 男人的头骨 所以这个女人永远爬在男人头上 上帝也不是用脚骨 如果是用脚骨呢 大概男人永远觉得 女人是被我踩在脚下的 上帝是用肋骨 中间 所以大家是一样的 平等的 当然那个平等 还不只是用哪块骨头的问题 更深的一个真实的 还不是谈男人女人是不是平等 更重要的要说的是 男人跟女人可不可以 各尽其职 男人有男人的角色 女人有女人的角色 男人有男人适合做的事情 女人有女人合适的承担 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这两个人摆在一起 才是互相为帮助 在教会里面 我有一位非常好的弟兄 我们非常非常好 感情非常好 我们甚至连长得都很像 声音很像 有的时候 他在教会带敬拜 我闭着眼睛听过去 那好像我自己的声音 我们真的 唱诗都很像 后来他也全时间奉献 奉献了之后 他其实不在我的教会 他到国外 他到北美去幕会 我有一段时间 其实是蛮伤心的 我说主啊 我有一个这么好的朋友 我们这么同心 我们这么契合 我们一起为你的国争战 是多好一件事情 为什么 好不容易等了 他全时间侍奉了 他怎么跑到美国 跑到加拿大去了呢 我不懂为什么神这样做 我甚至还飞到加拿大去 跟他谈一谈 说你要不要想清楚一点 你要不要回台湾啊 这些年他在北美那边侍奉 神在他身上有一套 完整的训练计划 而我在台北 我有我自己的服事 神也有在我身上 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 我越来越明白 在我的教会里 不需要两个叩少儿 因为他跟我真的太像了 而在我周围有很多的同工 可能跟我很不像 不像到有的时候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怎么会有人这样想事情 怎么会有人这样做事 有的时候 可是我后来发现 就是这些跟我特别不一样的人 才是我真正需要的 因为他们能做的事 我不能做 他们能够承担的 我不能承担 反过来讲 我做的好的事情 他们不需要做的好 不需要两个完全一样的人 摆在一起 这就是神的美意 你知道吗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我求主帮助男人女人 都找到自己的角色 直到我们各自在 神给我们的位置上 我们很不一样 我听过很多的 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有一些太太来本人说 你不知道可不是 我现在怪极了 我也听过非常多的男士 跟我说我真的没有看过 像我太太那么奇怪 那么讨厌 那么莫名其妙的人 其实我们觉得奇怪 觉得讨厌 觉得莫名其妙 常常是因为 她跟我不一样 但是你相信吗 那个不一样 就是神的美意 因为神知道 像我这样的个性 我做成很细心 我的太太不需要 非常细心 因为两个都很细心 细心的功能 我已经有了 我们两个是一起 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 那一份我能够做的事情 我的partner不必嘛 我是很好的总务 他就要做很好的财务 这个公司不需要 所有人都是总务 不需要所有人都是业务 有人很会做业务 有人很会做工程 有人很会做财务 有人很会做行政 那这些人互相不一样 但是不一样才是真正的帮助 你的另外一半跟你很不一样吗 你在教会里的同工 跟你很不一样吗 你常常因为他跟你不一样 而生气吗 但是今天主对你说 不一样才是真正的帮助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无论在同工当中 教会里的一起同工的 弟兄姊妹当中 家庭里面的弟兄姊妹 甚至夫妻亲子之间 求你真的让我们看见 不一样才是真正的帮助 不一样才能够各尽其职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愿主今天对你说 不一样是他的美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